你幫我 我要進去搜 我要搜 你要進去搜什麼 我有話要搜 他剛剛發言過沒有 你不是發言 對 他說 他有說 我要搜 然後就怎麼樣 他沒有了 還要發言過 還想再發言 有另外沒來的要請他代表是嗎 沒有啦 你都發言過 出庭 所以他昨天晚上打電話給我 我剛剛講 把我的部分 就去講他的 那我有一些一點點沒有講完而已 想說把它補充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到那個 12點我們都沒時間討論 好沒關係 我就說那個 那個公園 那個老樹的部分 現在知道嗎 老樹都還沒有經過老樹的 這個開會 樹寶會沒有開 我們的那個 靠近福德街的那邊樹 已經被挖掉了 因為捷運局過來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要請 捷運局實際上也沒有定線 市政府已經把那個樹給搬除了 那原來一開始的時候是768棵樹 現在已經剩下650棵了 剩下20%的樹是不見了 所以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政府 可以 可以考慮一下 是不是可以 在這個樹寶的時候 真的要加點力度 謝謝 我想這樣子 那個都委會開會的時候 雖然我們開了好幾次 那大概 很多的市民 都非常關心 所以也都來發言 雖然發言也有前幾次的發言 不過今天講來大概 也有部分就是說有理解 那還是讓大家都討論 不過你看 現在假如說12點 因為我們是9點半開始 兩個半小時 這個 委員們還有 讓委員們能討論 那我是先要這樣子報告一下 因為剛剛大家很多的發言 這個我是覺得很無奈 我也跟那個副市長建議 因為今天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但是大家來討論的一些問題 事實上 事實上是跟這個案有關聯 可是基本上不是都委會的權責 比如大家講的 有的對那個行政上面的抱怨 行政上面的不周到 或者還有 不過這個沒關係 本來市民有意見 有意見這個就是說 就宣洩一下 不過就是有一些東西 你們提的那個 比如說這個也沒講那個 不清楚什麼 這可能大家有個誤解 有的就是說 不到那個時候 比如說我們下面 還有都市設計委員會 都市設計委員會 就是 它就會去控制說 這個大樓的座落的地點 它的高度 它的靈動間隔 還有照建築技術規則 要有很多採光通風 那個都是很技術性的 到時候都是 不管是誰來開發 市府開發 或者是將來是什麼 地上圈 或者是怎麼樣的 反正你提出申請建築執照之前 都還要經過都市設計審議 那那個審議 很多問題是要在那個地方 還有一個委員會去解決 更細的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大家提出來了 那這些東西我就建議 我們的都法局 人家先把問題提出來 那有的是你根本 現在沒有量體 沒有設計的那一個模型 那你當然根本就看不出來說 這個不了解 那這個我們不怪大家 因為這本來 這只有公務員會比較清楚 所以這一點 我是要先提出聲明 那另外一個 我也特別拜託各位市民 就是說我們 不要對我們的公務同仁 有非常嚴厲的謾罵或選擇 因為每一個家庭 也都有子弟親戚朋友同學 在做公務員 那我的了解就是說 他們真的是 也很認真要做 那當然這個 大家的要求是 是個人各有要求嘛 只要沒有 我的要求沒有被滿足的話 我就來 來 來譴責 來罵 或者說他們 這個工作的態度怎樣怎樣 我是覺得在這個地方 大家心平氣而 所以剛剛 我是覺得我們的公務同仁 我們還是要給他鼓勵 那否則的話 很多的事情 這個 還是要他們來做 那這個 我是 我建議是說 我們還是要給公務員 適當的 這個 鼓勵 那 我們公務同仁也是這樣 大家都聽到了 很多事情 也許是不經意的 這個 出呼掉 結果你引來更大的 這個譴責誤解 所以我是建議 好 那 在這個前提之下 呃 我 我是希望是這樣子 那個 我剛剛提到的 有一些 比如說像環瓶啊 這個是不是 規避啊 或者是化整圍林啊 等等 這些東西 是不是 我 我們各位委員 我們是要先發言 還是要請那個 我們的相關單位 先有一個答覆 還是說 我是希望說今天 可以稍微延長一段時間 然後 因為大家都來了嘛 結果 我是建議是 我們委員 先生老師你的意見是怎麼樣 我們委員們先討論 還是請他們 請業務單位先回答 那業務單位 剛剛你們都應該要記下來 即使不是今天都委會的 全責可以做的 可是那個就是後來 有的時候是 公務局施工的過程上 要注意的 有的是 下面一個階段 都市設計審議 沒有提出 建築執照的 申請的 那個量體的什麼 事實上 他們 也沒有辦法 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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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 專業意見 更不可取 還有大家 有質疑的 比如說像 有一些 龍基有沒有偷渡 環瓶是不是 這個 化整圍林 這個偷偷的 我們光明正大 我們是執行公務 我們不必特別為誰 法規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好 來 我現在 那個都阿提 你的問題是比較多 是不是你第一個 先回答 好 我先針對剛剛 民眾有關心到說 好 好